剛好上星期第一次離開香港 跑出香港去了第一個地方 就是台北參加這個10公里的比賽 覺得很刺激、很開心 首先台北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去 還有這幾年自己有一個新的 hobby 就是跑步 慢慢跑一下跑一下 通常都是跑10公里的 越跑的時候都越來越有興趣 因為平時自己練跑的時候 都希望下一次的跑步 那個時間是超越對上那次 所以現在還是有一個很興奮的心 每一次去跑步 今次就是第一次和徐浩瑩一起去跑步 他真的跑得非常非常快 還有在台北大家都有時間 一起去很多不同的台北地道的餐廳 吃他們地道的食物 我自己最喜歡就是台灣式的早餐 有一些粗飯、豆漿 我自己最喜歡 10公里都跑得很開心 差不多打風 不過天氣都OK 都順利 給天氣 完成時間是多少 今次的完成時間是比上次是慢了一些 就是一個小時零二十分鐘左右 因為有起了水泊 所以自己 還有剛剛拍唱片風套 那時候我自己咬腳 所以就打算放慢一點點跑步 臨去之前都很緊張 是看了連續一個星期看了中醫針灸 還有西醫的物理治療 所以這次就一個小時零二十分鐘 現在有沒有好慢一點 現在其實回來還要保持體物理治療 比之前當然好一點 但是還有一些雙腳 某一些角度屈到的時候都會更痛